哈喽大家好 今天下午在厂里开料啊 之前客人高定的三件套订单要求呢 后备板啊 需要给他开S型送弯的开板 所以今天特意找了这么一块全奥标的大料 横截边也是蛮黑油的 相信大家看到这里就知道说整块材料啊 油性好不好啊 所以说做精品啊 有舍才有得 这块料的侧面啊 我们腰抛出来也是带有这个黑飘红的纹理啊 非常好看 而且两边是全实心的 我们预计这块大料是开四片板出来 大家应该都知道 开弯板和开直板 它的木材损耗程度是相差非常大的 整块料现在厚度基本是接近一个9公分左右 我们预计每一张开出来1.5到1.7公分之间 现在我们开始切第一刀 看一下走距的速度啊 就知道说这块料啊 油性跟密度是非常好的 本身就是一块老挝的黑料啊 而且还是二层皮的品质 第一刀啊 这里我们先切一个S型弯背的弧度出来 方便下一块开板 也同时可以看一下整块材料的油性和密度啊 现在大致基本跟我们判断的一样 满油的全黑料 而且开出来相当不错的啊 这个看一下 弯背的就是这个木眼 它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现在右边是带有一丝飘红的整块材料已经 记录啊 油光发亮的啊 油滋滋的油性 现在是开出来两片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当时第一片是加厚的1.7公分 第二片 全部都是按1.5公分来开的 大家看一下弯背和直背啊 损耗程度这个就比较明显了 所以说做一套精品出来 大家一定要理解贵有贵的道理 这么大一块二层皮纯黑料啊 只开出来四张后备板 如果说开直板 那可以多开一到两张 那没办法呀 做好东西嘛 就是要不计损耗 那今天这块料啊 一共是开出来四张后备板 都是极品的黑料 和预期的效果是一样的 我们取两张啊 后备板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还没刮膜啊 满黑料的 因为另外两张是经销商定制的 人家有吩咐过说不要上镜嘛 这张后备板厚度1.5公分 这是第一张啊 这张1.7的更厚一点 满黑油的啊 这种料子 刮膜 磨光以后非常的油性 特别亮 那今天的开料视频啊 就先分享到这